情人節快到了 由六個歌舞劇的演員 組成了很特別的美聲團體 他們重新改編 每個人心中的好情歌 在Lifehouse裡面開唱 他們用在歌舞劇學到的精髓 透過solo 和聲 還有舞蹈等等不同形式 展現情歌的多元風貌 要陪大家一起度過情人節 六位志同道合的歌舞劇演員 分別組成男女美聲團體 憑著對表演的熱情 詮釋出情歌的不同風貌 自己策劃在Lifehouse開啟 情人節快樂演唱會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愛情的心路歷程 我們想說以這個切入點去 介紹每一個人 在談戀愛的過程中 各種不同的心態 然後我們就自己選定一首喜歡的歌 然後這個心情 想要以六種不同的心情 去來呈現這一次的演出主題這樣子 女團Cherry Moon 時而舞蹈時而深情 展現歌舞劇訓練出的實力 而男團Strongberry也卯足盡 在台上使出渾聲解束 用完美和聲征服觀眾 就是我們本身是一個非常沒有辦法被定義的人 因為我們有各種不同的面貌 所以我們這次也大膽地嘗試了除了我們希望可以走向暖男的一個部分以外呢 我們也走向就是穿著高跟鞋的Diva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讓男生的方向變得更多元 我不管了什麼都不要聽 唱著一首又一首新編的歌曲 讓觀眾在情人節前夕 感受到愛情所帶來的酸甜苦辣 我明白 我要的愛 祝妳幸福 彩排不要剪進去 哈哈哈哈哈哈